還記得我們上禮拜講到量測EEG的時候 有一個要非常注意的點就是 我們因為皮膚的導電已經更差了 那頭皮還有那個頭髮它的導電性其實更差的 那我們EEG是要量測大腦皮脂所產生的電訊號 所以我們常常在電極在固定的時候要很注意 有時候還要額外加上這些導電膠 其實它的目的就是在增加導電性這個地方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邊有提到這一點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下什麼是 在使用這個電極的時候所要注意的 Helph Cell Potential的一個現象 那要講這個現象的話 我們需要用慢動作來重播一下 我們剛剛講那些離子的移動變化的狀況 我們剛剛講的很快 就跟你講說今天發生的氧化作用 所以這個金屬的元素釋放出電子出來 然後就可以產生一個離開電極的一個電流了 所以我們現在用慢一點的方式來講 OK我們說一開始呢 今天有電位產生的時候呢 這邊有一個正向的電位產生過來的時候呢 會讓介面的部分呢 這個銀離子呢 開始產生這個氧化的一個反應 所以呢 它會在這個地方釋放出自由電子 還有正的離子 那這兩個因為電性是相反的 所以移動的方向也相反 那隨著你今天加的這個電位越來越強呢 可能會有越多樹木的這個銀離子 開始去氧化 因為它要製造出更大的有效 這個等效電流 好 可是呢 問題是你今天在產生氧化完成 氧化反應的時候所 產生的這些銀離子呢 它其實 它並不 我們雖然說它可能可以融在這個電解質液裡面 自由活動 但是其實它跟原本的金屬銀的表面 還是有一些bonding force 它沒有辦法那麼快的釋放出來 換句話說呢 這些在表面上面的這些金屬離子呢 假設這是我們銀離子的表面 這個金屬電極的表面 它在產生了氧化反應 生成了銀離子之後呢 它其實這些銀離子不會這麼快的就 釋放到水溶液裡面 反而它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致密的排列在電極的表面 因為它還是有 跟原本的這個金屬表面 還是有一些黏結力這樣子 OK 所以這一層表面 越多的 隨著越多的氧化反應產生 這個地方就會累積 足夠的這些銀離子 這些銀離子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呢 它自己也會產生一些電廠 我們知道正電核累積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產生一個 positive 的 一個電廠 那對於我們的電解質液裡面 別忘記我們右邊這個地方是電解質液 在電解質液裡面的這些離子 是相對上來講是比較像是 free diffusion 它是一個可以自由擴散的一個環境 所以呢裡面的銀離子 OK 它就會被受到或是負電 帶負電的這些離子 就會受到這個正電的電廠所吸引 而跑過來 換句話說呢 這邊就有一些負電 被吸引過來 OK 因此在這個地方產生一個 有一點像是負電的這樣子的一層的結構 我們把這個 structure 就叫做 double layer double layer structure 這個 double layer structure 在所有這種固體和液體的表面 只要牽涉到電核的分配的固液體表面 它其實都會有這樣子一個現象 所以在我們生活中 其實這個還算蠻常見的 比如說 最 大家應該都有在喝牛奶嘛 對不對 大家知道牛奶裡面其實是含有脂肪的嘛 那其實如果你把這些脂肪 純化出來以後 它其實叫做奶油 可是為什麼你的牛奶放在冰箱一天以後 在牛奶的最上面 不會凝結出一層奶油出來呢 它為什麼不會聚合在一起 我們不是說油跟水是分離的嗎 那為什麼它是均勻的 好像是均勻的散布在你的鮮奶裡面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它其實那個脂肪 在鮮奶裡面的脂肪 它其實是用非常細的粒子存在 然後它會在它的表面 這些顆粒的表面呢 都會產生Double layer 所以會有一些極性 這些極性會讓這些小小的球呢 彼此互相排斥 所以它們不會凝聚在一起 好 總之呢 剛剛那個聽聽就算了齁 但是接下來這個要注意一下齁 就是在這 只要是你在金屬導體 以及電解質液的這樣子的表面呢 它一定會累積出這些金屬離子層 和因離子的這個離子層 使得在這兩個介面的部分呢 它自己就會產生一個電位的變化 那為什麼叫Double layer呢 就是因為一層是正的 一層是負的 所以電位的分佈圖來講的話 它有點像是這個樣子 OK 那最後它還是會回到電中性 也就是說在整個電解質液的部分 它其實還算是電中性 它只有在這個介面的部分 會有一些電位的一個波動 這樣子而已 好 OK 這樣可以齁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那這個電位的波動 應該說這個Double layer structure 所創造出來的電位差 我們就把它叫做 Health Cell Potential OK 那你只要組合兩個 適當的組合兩個Health Cell Potential 它其實就可以產生一個電池了 這是在高中化學裡面所講的 那這一個東西來講 到底會累積出多少的這個電位差呢 就是Health Cell Potential 到底會有多少呢 其實跟你的Double layer structure 裡面的這些離子的濃度 是有關係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離子濃度到底有多少 其實會跟你的材料特性有關嘛 你今天到底是使用什麼樣子的金屬導體 以及你在電解質液裡面的這些 陽離子和陰離子的濃度是什麼樣子的 這些東西都會影響到 你在這個Double layer structure裡面呢 它所累積的這些 正離子和負離子的一個濃度 進而去影響到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potential 除此之外 有一些那個背景的參數 或許也會影響到這個電位的大小 比如說最有影響力的 其實大概就是溫度 因為我們知道溫度在提升 或是降低的時候 它其實都會造成這些化學反應 更劇烈的進行 或是更抑制它的進行的程度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跟你的整個選用的電極 還有你實驗的環境都有關係 不過呢 Overall 我們在整個量測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不會去劇烈的 對這些變音產生變動 換句話說 我不要一直在換電極 這也很合理嘛 因為通常來講 你今天要量測所有的身體訊號 你電極放上去就放上去了 你不會動不動 就去換一下那個電極的材料嘛 對不對 所以你在固定使用的 使用電極 以及你的人體的這個環境固定下 然後呢 不要劇烈去變化溫度 剛好其實人體 就是一個很好的example 你不太可能在量測的時候 溫度一直在上上下下的變動嘛 一來我們是很溫 二來我們也不太容易受到那個 外界溫度的一個影響 OK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換句話說 只要你決定你的量測方式 那這個Double Layer Structure 就會固定下來 Help Cell Potential 也會固定下來 它並不會隨著時間而變動 OK 所以它對我們來說 雖然有一個電位差 但是它感覺上好像就是一個直流 我的意思是 今天你使用這樣子的電極 來去量測生理電訊號的時候 你會 除了生理電訊號以外 你也會量到這個電位差 因為它就在整個回路上面嘛 它就在你整個電流的回路上 所以你也會量到這個電位差 不過呢 它還算不太麻煩 因為它不會隨著時間變動 所以你只要把所有量測出來的結果 去把這個DC的值給Filter掉就好了 不要看它 OK 你看變動的部分就好了 那我們說 其實對我們有意義的部分 多半是會變動的那個部分 OK 所以只要記得我們要做一個 High Pass Filter就好了 這裡的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 比較沒有電力氣的Background 我們說的Filter的話 就是根據不同的平台去做通過或者是抑制的動作 那高通的部分 就是把高頻的部分通過 低頻的部分抑制 那不管你Cutoff Frequency 那個切線切在哪邊 截線 截止頻率切在什麼地方 基本上我們都會把DC Turn給拿掉 OK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就可以把這個Helpset Potential給去除掉了 可以喔 那只要你花點時間 我們先查個資料的話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每一種金屬材質 它的Helpset Potential 其實都不太一樣 OK 那我們剛剛說過了 我們今天使用 如果今天單純只有使用銀離子的話 它的Helpset Potential其實還蠻高的 0.78伏特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搭配銀離子 還有濾化銀來使用的話 其實這個Helpset Potential其實會降低 那降低的意思就是說 它不需要在介面的地方 Create這麼強的一個電位差 它只要有一點點累積足夠的 少量的這個電荷 它就可以完成這個界面的這個建立了 所以在這個量測電訊號上面是比較容易的 此外在這個表裡面 各位請注意到一個東西 就是在這邊的所有的數值裡面有一個是0 哪一個是0呢 就是以氫氣作為電極的時候 以氫氣作為氧化還原的主體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氫電極的參考電位設成0 這個電位是我們去設定的 我們定義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這個電位差 叫做Helpset Potential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化學實驗上是沒有辦法 直接去量測這個Helpset Potential是多少 我們量測出來都是一個相對的數值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今天兩個電極 通常都是使用一樣的材料 它會在兩個界面的部分 都形成Helpset Potential 那這樣就抵消掉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今天要量出一個電位差 你一定要產生一個回路 一定要有一個Close Loop 所以呢 它其實量測的都是兩個 組合兩種不同的材料的電極 量測出它的差距是多少 相對應的差距是多少 因此你在這上面看到的所有的數值 都是相對於氫氣電極所量測出來的結果 那你可能會想說 氫氣要怎麼做電極啊 很奇怪 其實是可以的 氣體電極是這樣子的 在這邊的話呢 下面綠色的部分是電極的質液 上面的這兩根呢 就是我們的電極 那左邊這一個呢 就是代側金屬的一個 所產生的電極 所以這個材料的話 就是我們使用的代側金屬 比如說銀 比如說銅 那右邊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 一般的標準電極 參考電極 也就是氫氣的電極 在氫氣的電極裡面 這個好像是 它的結構就是一個 像是一個倒鈣的飾管 所以裡面裝的都是純的氫氣 OK 然後這個地方呢 放的是一個 薄的金屬電極 薄的話 它的活性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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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的 它幾乎不太會進行任何的氧化還原反應 所以我們只是要它用它來 當成是導電的材質這樣子而已 畢竟氣體的導電性非常的差 所以我們只是拿來它來導電而已 那在這個介面層的地方呢 如果你今天要通電流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會利用這個氫氣 來產生氧化還原 OK 比如說它產生的 如果是還原反應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 它如果產生的是氧化反應的話呢 它就會丟掉 氫氣就會丟掉 電子變成是氫離子 那反之還原反應就會讓氫離子 轉換成氫氣這樣子 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量測 Health Cell Potential OK 那總之呢 其實我們的重點是要告訴各位 在這個 金屬以及電解質液的這個表面呢 它其實會產生一個 這種不均勻的離子累積 那這個東西呢 對我們來講呢 它會產生一個 就是它的效果 就是等同一個直流的電位差 那我們剛剛講的都是 在實驗中的模型 所以這邊有一張圖呢 它其實是要告訴你 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 把這個表面皮膚的電極 貼到你的皮膚上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皮膚的電極 貼在皮膚表面的一個剖面圖 下面這三層 表示的是你皮膚下面的組織 第一層的話是Epidermis 它是表皮層 第二層Dermis的話是真皮 那這個是皮下組織 包含像微血管那個部分 那我們知道Epidermis的話呢 其實絕大部分是死掉的表皮細胞所構成的 那Dermis的話是 它都是活的細胞 活的皮膚的細胞 那裡面也有一些瘦氣等等的 那下面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肌肉結地組織 還有一些微血管 循環系統的存在的地方 好那上面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表面電極的剖面圖 那表面電極通常會包含幾個部分 包含最上面的這個Silver Electro 就是銀的這個電極的部分 那銀的部分呢 旁邊它通常會覆蓋的一層 就是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Silver, Silver chloride, Jerry Silver chloride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綠化銀嘛對不對 綠化銀的一個膠狀物質 它會黏附在這個地方 一來它可以幫助我們導電 二來的話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進行 綠離子的一個交換這樣子 跟體表的交換 OK 所以這個東西貼上去以後呢 它開始就會在表面的地方呢 進行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個Double Layer Structure的這個建立 表面這層的地方呢 會有一些金屬離子 然後在下面一點點的地方呢 它會產生一個這個 因離子的一個聚齊的效應 好那這個東西到達一個 穩定的狀態之後 這個離子的分布到達一個 穩定狀態以後呢 那我們這一個 Helph Cell Potential就固定下來了 OK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剛剛有一個東西沒有講 就是通常來講 我們為了要固定這一個電擊來講的話呢 我們在旁邊都會有一些像 雙面膠啦 或者是黏膠的東西 然後通常會有一點彈性 可以讓你去在皮膚上面做固定 那一來這個的好處的話 當然就是固定你的電擊 不要說兩到一半 你還要手還要按在那個地方 還會自己脫落 這是它的好處一之一 但是其實它更重要的一個用意是 它使得你在量測的過程當中 它會盡量減少它的位移 盡量減少它的移動 為什麼減少移動是個好處 減少在皮膚上移動會是個好處嗎 當然是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你的電擊在皮膚上的位置 相對位置移動的時候 這些因離子的累積全部都要重來一次 電擊的位置改變了嘛 對不對 電擊位置改了 這個相對應的double layer structure 當然要重新去建立它的平衡狀態 那在重新建立的同時呢 它其實就會牽涉到電荷的分布變化嘛 對不對 也就是它會產生雜訊 我們原本都把它當成是一個直流訊號 直接濾掉就好了 就沒事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量的過程當中 你的這一個電擊一直在動的話 你就會造成double layer structure一直也在動 一直在動的話 它就不再是一個直流訊號 它變成是一個交流的訊號 好 這就是為什麼如果你今天有機會去做這個電位量測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如果你去故意去搖一下你的電擊的話 你的接收端馬上會出現很多的雜訊 那其實就是因為這一個structure被破壞所造成的 然後它才會再慢慢的穩定下來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細節 但是其實對量測的數據的正確性與否 其實影響還蠻大的 好 那我們是電機器嘛 想要做的事情通常都千篇一律啦 就是那有沒有辦法 既然我現在是要量測一個電信活動 那我有沒有辦法把這個電擊 把它畫出它的等效電路 OK 所有的變化都是這些電訊號嘛 對不對 OK 那如果說我可以把電擊當作是一個等效電路的話 那我就可以去建立我量測的模型 我就知道我在後端的這些impetence 或者是這些filter 或者是amplifier 到底要怎麼樣去設計的 OK 而不是直接把身體裡面的這個 當成是一個單一的訊號源而已 因為畢竟從量測端到訊號端 中間其實還隔了這些皮膚啊 還有隔了這一個很重要的電擊本身 OK 那電擊等於像是什麼樣子的電路元件呢 其實它有很多的一個效果 包含什麼呢 包含了第一個 我們剛剛說有一個double layer structure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它的等效電路裡面一定會有一個直流電位差 在這個地方字比較小 所以我稍微念一下這個是E 然後下面右下角的字是HC HC代表就是help cell help cell potential 也就是說你的電擊跟人體 或是代測物連結的時候 貼在一起的時候呢 所產生的這個電位差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左邊這個示意圖裡面 這邊一樣是我們的電擊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中間這個地方就是我們電解直液 一般來講的話就是我們在 圖附在我們的電擊表面那些導電膠 OK 那些那個AGCL 或者是一些水分含量比較高的導電膠上面 那你可以發現在表面的部分呢 會有一些電擊的 看最靠近的地方是氧離子 再來呢是一層硬離子 然後後面呢才是電中性的部分 然後這個地方才是我們的皮膚表面 所以右邊這個等效電路圖 其實是由這個 講的是我們電極的等效電路圖 包含從金屬的部分到皮膚這一層 的一個等效電路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哪些部分呢 當然一定會有電阻的效應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純導體嘛 對不對 但是它還是會有一些電流的流動 OK 還是電 帶電的這些電荷還是可以穿透 OK 所以這一個電阻呢 就是由這一個滲透的這些電流 所產生的等效電阻 我們把它這邊叫做leakage resistance OK 它就是我們電信傳導所造成的 那此外呢其實還會有一個電容這樣子的一個作用 那為什麼它會有電容的作用呢 因為基本上今天你一層的 也是因為這個成狀結構而引起的 你一層的正電 一層的負電 這不是就很像是電容產生的效應嗎 電容是什麼 電容基本上就是兩層平行的導電板 導體 中間夾著一些絕緣體或者是不良的導體 那電容的效應就是你在兩個導電板 加上了電位差的時候 它會在導電板上面 產生電位電荷的累積嘛 那這兩個電荷的累積應該是相反 電信相反的 不就是這樣子嗎 OK 所以它除了有電流可以穿透以外呢 它其實也多少會有一些電容的效應 那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由這個 Electrolyte之間 這個電荷分布不均勻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那最後呢 這兩者呢 並聯的結果 因為這是同一個Structure 這個Electrolyte跟這個Structure 所產生的這個透明都有一個效應 所以它是用並銀的方式來連結 最後呢 還有一個 RS的這個電阻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 Cereal Electron and Skin Resistance 這是在後端的部分 就是從我們的電極看進來的部分 我們說皮膚也是有電阻 而且皮膚的電阻非常強 OK 所以它必須要獨立來考慮 就是說我透過了這個 穿透了這個Double-Lade Structure以後 到這個Electrolyte在中性的部分 電中性分布的部分 以至於到我們的皮膚表面的部分 這個地方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導電性很差的 的一個導體 所以我們可以用電阻 線性電阻的阻抗 來表示它的一個特性 好啦 那既然我們 其實困難的部分 就是把這個等效電路圖畫出來 但是呢 如果你把這個等效電路圖畫出來以後 要算出它的等效主抗 就不會太難了嘛 對不對 因為它基本上 等效主抗怎麼算 這個是直流電源 所以這個不要看 那它的等效主抗就是這個 加上這兩個並連的結果 OK 那我們不是要上那個電路課 所以我直接把這個結果寫出來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RS 加上的這些東西 OK 其中RD代表這個地方的電阻 CD呢 代表這個地方的電容效應 那這一個式子告訴你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有電容的關係 所以代表呢 它的主抗大小會隨著頻率而改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下面寫的 Electroimpetence is Frequency Dependent 不同的頻率 會有不同的分母大小嘛 對不對 不同分母大小代表你總加乘的結果 一定會改變 那既然隨著頻率改變 各位可以簡單的講一下 頻率越高電阻越低 還是頻率越低電阻越高嗎 簡單來看一下嘛 當你頻率等於0的時候 直流電流的時候 OK 這個turn就不見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等效主抗就是RS加RD嘛 也就是這個不要看 這兩個連起來嘛 OK 當你頻率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邊的分母是不是越來越大 對不對 頻率無限大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就像導通的狀態嘛 你的電阻就會降到 只剩下RS不大而已 所以換句話說 它其實在低頻的時候主抗比較高 在高頻的時候主抗比較低 它是一個隨著頻率而改變的一個等效主抗 可以齁 所以就有人去做這個實驗 來驗證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剛剛我們提出來的這個電極的等效電路圖 OK 它就去測試在不同的訊號頻率底下 你的主抗到底有沒有改變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就是它的Cut of Frequency 這張圖就是來解釋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現象 它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然後呢 說錯了 它會隨著頻率而改變 在頻率越高的時候呢 它會主抗會越低 不過高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它就會跟我們的RS差不多了 可以齁 好那有了這些model以後其實也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今天使用不同的這個刺激 來透過電極 使用不同的刺激訊號 送到我們體內的時候 其實 穿過電極這個東西 其實你的 我們身體裡面所接收到的這個電訊號 往往跟你在刺激器所產生的這個profile 其實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我們都覺得說 今天我在刺激器的時候 產生什麼樣子的波形 我送進來就是什麼樣子的波形嘛 對不對 但是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通過了這個電極 因為有一個電容的主抗 OK 通過這個電極之後呢 送到我們人體裡面的 其實波形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不是只有接收的時候 我們需要考慮一下這個主抗的變化 在刺激的時候其實也要考慮一下 來我們這邊分成兩個實驗 上面的 上面這個部分 它使用的是 constant current stimulation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 你可以看到 有刺激跟沒刺激 有刺激跟沒刺激的時候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on off on off的一個概念 只是呢 它這個地方使用的是 有刺激的時候呢 它的current 都是處在一個dc value 我應該講 一個constant value 這樣比較好 有刺激的時候呢 電流是處在一個固定值 下面這個實驗就是 有刺激的時候 我電位差把它保持在一個固定值 一個是看電流 一個是看電壓 那這兩者會對我們的效果 造成什麼樣子的差異呢 你就可以看到 下面這一個呢 是在量測我們的電位 在固定電流底下呢 你的電位的變化狀況 你就會發現有一些充電的效應 和放電的效應 換句話說 你電流雖然一下子就飆到這麼高 沒有錯 但是呢 因為你那個電容本身 它需要時間來充電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地方呢 它沒有辦法一口氣 就上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你必須要給它一點點時間 才會慢慢的漲上來 一樣的 當你的current supply關掉的時候 電流源關掉的時候 這時候 你的那個電 雖然那個 電阻上面的 電流那個地方要關掉 但是你的電容上面 還有一些 電位產生 還有一些電位還沒有去除掉 所以它會有一些放電效應 它會隨著時間 Oslate以後 把它慢慢的釋放出來 那到底充電和放電的速度 有多快呢 就跟你那個CR的loop的數值 有關係嗎 這我想各位應該都很了解 那以下面這個狀況來講 如果你今天輸入的on的時候 是一個固定的電壓的時候 constant voltage的時候 又發生什麼事情呢 雖然你馬上把電壓衝到這麼高了 但是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以電流的量測來講 因為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在電壓持續的固定一段時間之後 你的電容的部分 電壓保和了嘛 對不對 電壓保和的意思代表 就是它不需要電流了 所以呢 它會慢慢的縮下來 好 那關掉的時候 那一瞬間 會產生一個電流最大的變化 但是一樣的 這個時候 他們原本電壓 那個電容上面 原本殘存的這個電位呢 也會隨著時間慢慢的釋放 那釋放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電流 OK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電位 飽和的電位釋放出來的時候 所釋放出來的一個殘餘的電流 總之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邊是你送進去的波形 下面這個呢 是實際上你對組織的一個影響 OK 然後這個東西會 到底放電的速度有多快 OK 充放電的速度有多快 是由你的電極的材料而決定的 因為那個C 等效的C和等效的R 都是跟你的電極的材料 電解質液的這個成分是有關係的 OK 所以我們有時候 如果說你今天 真的很想要一個完整的 就是一個很完美的方波的話呢 那你今天在產生刺激的這個波形 可能要隨著有一點設計 不能只是單純的方波 比如說你這個地方要先有一點Overshoot 使它可以一下子衝到比較高的電位 OK 那這個地方呢 要有一些Undershoot OK 也就是說它不是降到0而已 要降到更低的地方再回來 讓這一塊的放電能夠更快完成 OK 也就是你要去設計你的 Sublimation 的 waveform 來完成你想要的刺激波形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在使用這些電極上面 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Motion 就是電極在量測體上面的相對運動 其實會對電訊號產生一些干擾 Artifact 的意思的話呢 是一些假的訊號 或者是不想要的訊號 OK 它跟Noise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Noise的話 一般來講 我們在提到Noise的時候呢 廣義的來說 它其實就是我們不想要的訊號 但是我們對於Noise 通常來講 我們會認為它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OK 這種東西我們比較會傾向於叫它雜訊 就是它沒有辦法被預測 所謂Random Variable就是說 我可能知道它的強度分佈大概在什麼地方 頻率分佈大概在怎麼樣 但是Exactly它到底是多少 會不會出現 這個我不曉得 我們只能夠用機率的模型來解釋它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實際去預測 它下一秒鐘到底是多少 這個叫雜訊 Noise 不過對於Artifact 來講呢 雖然它也是我們不要的訊號 但是我們通常可以知道它的來源是什麼 可以藉由著我們的這個訊號的原理 電極的原理 或者是說呢 它可以根據我們的一些經驗 可以知道它到底是為什麼會產生這些不要的訊號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這個是由Motion而引起的一些雜訊 OK 我們會把它特地叫成Artifact OK 那這Artifact為什麼會產生呢 就是因為你在電極和皮膚相對應動的時候呢 這些離子必須要重新的去累積 重新累積的話代表著電位會隨著時間改變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在這個時候就沒有辦法把它當成是一個DC的訊號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還是只有用高通濾波器的話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濾掉這個訊號 因為它是隨著時間變動 而且是隨著時間馬上變動 所以通常才講它相對應的頻率還蠻高的 不管怎麼樣子的高通通常都濾不掉 所以強度很大又濾不掉 因此呢這個Motion這個部分要特別去注意 不要干擾到你最後的一個處理結果 好 那儘管我們現在的這個使用的電極長得都差不多 不過我們可以看一下各種不同形態的電極 其實在最早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還沒有量產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用金屬的電極板 來完成這個電訊號的量測 所以它就像A圖這張圖所顯示的這樣 OK 這個其實都是金屬製的 然後這上面這個螺絲的地方 可以用來固定你的導線這樣子 那我們在量測的時候呢可能在你內層會塗上這個Electro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特地做了一個弧形 就是為了要能夠比較 跟你的皮膚有比較好的一個負合度 貼合度 這樣子來講的話 那個面積比較大的狀況之下 量測出來的等效阻抗會比較小 OK 那B Type這個當然就是現在比較常見的一個狀況啦 那可能我們的導線會跟那個電極的部分直接相連結 那或者是說現在來講的話 為了衛生起見的話 我們通常來講不會 電極不會重複使用 尤其是在醫院裡面 就是臨床的單位裡面 我們通常不會把電極重複使用 也就是用完一次就丟了 以免這個衛生的問題之生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如果你每一個電極都黏條電線的話 還蠻不好處理的 因為你要連電線都一起丟掉 那個東西會大很多 所以現在比較常看到的 會像是下面這個 它會把電極的背面做成像一個扭扣的樣子 這在我們的電路實驗是比較少看到的 不過這個在EEL用的這個電極上面還蠻常看到 它會把它做成像一個扭扣 那你要使用的時候就把它扣上去 不要用的時候就把它拆下來 那你要丟的話就把前面這個電極丟掉就好了 不用連導線就不用丟了 跟那個量測電路 這個導線跟那個量測電路就可以一起連在一起 繼續使用 這是比較常看到的狀況 但是呢也有一些東西其實是不需要黏的 因為有人總覺得這個黏久了會有點不太舒服 包含表皮會有點損傷 或者是拉起來的時候會把毛髮一起扯落所以很痛 所以有一些方式的電極其實是不用黏的 它的形狀還蠻有趣的這個是用吸附的方式來做電位量測 那其實這個一個小小的而已 大概跟各位的大拇指一樣大 那我只是這邊把它放大來給各位看 這個電極呢包含了上面有一個是一個橡皮球的部分 下面這個地方呢是心組的部分 你的導線呢也是連結在這個地方 使用的時候我們通常會先把橡皮球裡面的氣體擠出來 然後把電極放在你的皮膚上面 把上面的橡皮球打開以後你就知道 因為裡面沒有空氣所以壓力很低 所以它會有一個吸附作用把它吸住 那它會把皮膚稍微吸進來一點點 跟這邊的導電膠黏在一起 或是導電的這個電極黏在一起 這樣你就可以量測電位了 那你不要用的時候呢 你只要把你的這個電極稍微跟皮膚分開一點點縫 然後大氣壓力就會進來 那它就會很容易的把它給解開了 所以這個電極的好處當然就是那個 它不需要黏膠 它不會造成皮膚的不適 不過我想這個東西很難做到那個 那個不重複使用 因為基本上你是 這上面這個是橡皮球這個是金屬的部分 所以它的成本可能也不太適合 做那個拋棄式的使用這樣子 所以各有利弊 這個在一般的這個正常受試者上面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不過說真的我也在我們的那個 高雄地區的某一間大醫院裡面 看過他們使用這個東西 當成量測心電圖的電極 所以這個的確 在目前來講還是看過的 還是有醫療單位在使用 只不過絕大部分都已經使用黏貼式電極了 我要講的是這樣 OK所以你現在看到的 大概都是長得像這樣子 這個也是一個電極黏貼在皮膚上面的模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是皮膚的下方 上面這個地方這兩側 就是周圍圓圓的很大的部分 其實都是固定使用的 裡面都是類似像雙面膠的東西 讓你能夠黏負在你的皮膚上面 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仔細看一下中間的地方 通常都是一些半透明的物質 那些就是我們的導電膠 就是這些AGCL 含有AGCL的這些凝膠 所以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 它是GEL SOCK SPONGER 它是被凝膠所浸透的海綿這樣子 那上面的話就會是我們的 EXTERNAL SNAP 就是我們說這個電極的部分 導電電極的部分 那中間的這個 只有這邊一小小一點點 是我們的AG、AGCL的部分而已 所以雖然說它都會有銀的成分 但是那個成分真的很少 所以它的造價其實是還蠻便宜的 這個一個電極來講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幾塊就有了 幾塊錢、幾塊新台幣就有了 所以我們在量測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這上面其實背面都是一個鈕扣 那個鈕扣其實就是我們的contact point 就是電極的連接點 那你要量測的時候 就是把所有這些電路量測 這個設備上面的電線 就像一個鈕扣頭一樣 就把它卡上去就可以了 那像ECG 現在最常見的ECG的話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的 那在量測的時候呢 像它會根據你不同的量測點 像有的ECG是連連接在你的四肢就可以了 那有的想要量測更準確一點的話 必須要量測在你的胸腔外面 就是你的心臟上面這個地方 會有比較好的一個SMR 那總之呢 就是決定了量測地點以後 我們就會先把那個 這個貼片先貼好 然後再把電極扣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那摸圖大概也是類似的樣子 雖然就是造型可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像這個的話就是因為 往往那個EEG它都需要數十個channel 對不對 我們上回有提過 至少都要二三十個 多一點的話甚至五六十個 所以為了不要說你每次都要 那個年五六十個四五十個電極 所以它乾脆就把它做成像一個帽子這樣子 有的帽子是像永帽這樣子 是有彈性的 有的是像鋼盔這樣子也都有 那總之就是固定在你的頭皮上面 那這種的話 通常來講像比如說以永帽這個方式的話 它其實就很難用一些年膠的方式固定 因為就算有年膠的話 因為絕大部分人是有頭髮的 這個做依依據一定很高興禿頭的人去做 因為完全不會有這個困擾 不過很遺憾 這個沒有辦法 實驗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不然就會有很嚴重的bias 因為這是禿頭的受試者做出來的結果 所以你還是需要有這些正常的受試者 那因為都有頭髮的關係 所以它在年膠上面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通常都要有一些額外的這些導電膠來輔助 讓這個導電的程度會好一些這樣子 好 所以以上的話呢 其實是一般的這個量測 我們說心電圖啊 腦電圖啊 或者是其他的體表的這些電位 所使用的一些電期 但是有些電期呢 我們是想要來量測那些比較細微的位置 比如說 舉個例子來說 Action Potential 假設我今天找到我想要量測的神經了 OK 或者我想要量測的某一些肌肉組織了 那我沒有辦法量測到這個Action Potential是多少 或者是說我不用Action Potential 而是侵入式的量測到某一個位置上面的 可激發細胞 包含了肌肉細胞 肌肉纖維細胞 或者是神經細胞 要從它的電位的變化 這時候 想當然了 最大的差別就是 我需要的電極是比較微型化的 比較小的 簡單來講 我們就把這些electro叫做Microelectro OK 那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說 好 我們先下課 謝謝